對女生來說,一年四季都很喜歡花 亦都很願意去花 包括花時間去賞花 花一個下午去享受餡茶 最近我花了不少的心機去調查 發現了一個好地方,有花又有茶 說不定會擦出火花 夏天是欣賞壽球花的好季節 而壽球花的花語就是象徵希望 傳說潘朵拉因為好奇打開一個盒 令到世間的邪惡被釋放 最後只剩下希望 所以這次的下午茶就以壽球花 寄予潘朵拉盒子的希望 不知道我吃茶之前 要不要打開潘朵拉盒子 當然要 在你面前就有潘朵拉盒子 我想請你打開它,看看你放了甚麼 裡面有一些魔法卡 我們拿出魔法卡 請你抽一張 當你抽到這個香味 我們就會滴進香薰爐 聞著這個味道來吃這個下午茶 不知道聞著香薰來吃會否特別好吃 首先介紹一些鹹點 這個叫做紅莓蟹柳沙律 你看到上面有多一粒粒粒 其實就是紅莓的分子料理 有蟹柳的甜味道 也有紅莓的酸酸味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相當之開胃 這個好像一個盒的形狀 其實它就是煙燻青魚素 這個吃起來是淡淡魚肉 而且經過隻燒的關係 所以它會有很香的油香味 再加上它的魚味也很濃 吃完鹹點 是時候要吃甜粉 你可以看到旁邊有柚子的蛋糕 吃下去你會吃到巧克力的甜味之外 它還有柚子的香味 另外就可以試試這個玻璃蛋 其實玻璃蛋裡面是甚麼 它就是一個海燕窩奶凍 海燕窩也叫做珊瑚草 它的膠原蛋白據說會比燕窩多十倍 另外你看到這個芯形裡面有少許液體 其實它就是用藍莓酵素 據說藍莓酵素是有抗氧化的功能 這次的下午茶就是食香味俱全 令到我心花怒放 而且還很有寓意 人生應該是充滿希望的 這次我會給這麼多個Like 讓我們現在再重溫一下 這次下午茶的美食吧 鹹點方面有煙燻青魚素 和鮮味紅莓蟹柳沙律 而甜點方面就有了解一下它的故事 若然大家有甚麼喜出妄外的好發現 歡迎WhatsApp到5399-5388 跟我們報料 另外記住下藏著奇妙電視的APP 好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Bye Bye